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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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近日掀起一波me 2 譴責性侵 性騷行為的浪潮 日前南韓一名正妹實況主 來台旅遊 沒想到他在新北淡水河岸直播騎自行車時 遭一名男子尾隨騷擾 男子甚至還對他伸出嫌豬手 整個過程被直播放送上網 事件引起南韓媒體注目報導 不少台灣網友看到後直呼丟臉 對此新北市盧州分局也主動介入調查 五日晚間逮捕成性嫌犯到案 陳男坦承有碰觸到女實況主大腿 隨後警方也積極聯繫該女實況主 希望釐清受到侵擾情況 而實況主 昨日也首度透過社群發出聲明表示 前幾天我在台灣旅遊時 經歷了比較不愉快的事情 我已經聽說嫌犯被台灣警方逮捕 當時我也感到非常驚慌 但沒有想到我自己沒有要求的情況下 警方這麼主動調查並找到了嫌疑人 文中他透露自己已經跟台灣警方聯繫 並傳達了他的決定 他表示此事不會有其他申訴 處罰只會警告處理 隨後他也提到自己來台灣旅遊已經第三次了 台灣也是個人喜歡並有著美好回憶的一個地方 對於為了我操心的台灣國民們感到非常感謝 我自己也得到了安慰 旅遊過程中我得到了不少本地人的幫助 文莫更大讚台灣國民們非常體貼 讓我感覺到了台灣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我今天好聽說 我要你一句話 我今天好聽說 我今天好聽說 我多聽說 我今天好聽說 我今天好聽說 從小 inte見過 不少不少